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持续低迷,企业外迁,人才外流,营商环境不佳,摆在东北经济面前的许多难题都急需解决。 有句话叫做,投资不过山海关,意思就是说东北的投资环境并不好。 被各种政策吸引到东北去投资的企业,往往会遭遇关门打狗的待遇,开始是满心欢喜而去,最后悲伤失落而走,这就是东北给很多投资界人士留下的影响。 重工业下滑围绕着东北经济怎么振兴,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关注,因为毕竟有许多企业是老工业基地,早年间对于中国经济的布局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经济在20世纪初也迎来过一轮高速增长,主要还是跟当时的基建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说东北经济一直就是低迷的。 近年来,中国的GDP从10%下降到了6%,7%左右,这样对于重工业设备的需求可能也出现了一定的减少,这样对东北的产业结构就产生了相对的影响。 重工业还是轻工业? 东北经济怎么寻找出路,很多人都在给药方,最近林毅夫未首的北大团队,给吉林开出了药方,就是大力发展轻工业。 这个药方开出后引起了学界很大的争议,主要的争论点就是东北经济振兴应该是扬长臂短还是取长不短,而林毅夫团队就有取长不短的意思,而一些其他的专家认为应该是扬长臂短。 早期东北也不是没有轻工业的,东北最早的亚麻厂、甜菜厂、造纸厂,在中国乃至亚洲都是名列前茅的,不过到现在这些轻工业就烟消云散了。 东北的技术优势东北的竞争性领域的确是比不过长三角或者珠三角的企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没有技术的根底, 比如说东北很多高精尖的研究所,像哈军工这样的大学都在那里,他们的科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兴松机器人,东软软件也都是大连的。 低迷的经济环境也有人说如果把这些公司如果放在深圳的话要比现在的规模大得多,而这些公司在东北未来还能不能继续做大做强,恐怕要打个问号。 这样的对比虽然有点悲观,但是确实是实事求是的表述,因为今年以来,这种东北结构造成了企业外迁比较严重, 人财外流更是严重,GDP持续走低,产能过剩的问题就相对突出,僵尸企业在增加,这些都急待消化和整理。 东北最大问题还是观念的问题,怎么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合作,更加诚信的对待外来资本的问题,这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但是却是很难改变的问题。 观念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既要有长远的想法,也要舍弃一些短期的利益,对于东北的现象我们应该理解,但是更要支持。